百分之百的膠原蛋白 它有多麼的細緻 百分之百的膠原蛋白 整個都溶解了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的膠原蛋白 真的沒有腥味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申田 那呢我覺得膠原蛋白呢 其實對於人呢 真的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們會因為年紀 還有因為我們的作息 膠原蛋白流失的非常快 那因為我個人呢 其實真正最快流失的地方 就是在這兩家 因為我當我太累 或是我可能一晚睡 我的臉開就會熬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要去均勻的補充膠原蛋白 好那吃膠原蛋白呢 會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女生呢 應該會最有感覺 那通常如果說 你平常都在化妝的人 你會發現到 妝容非常的服貼耶 那男生呢 其實我覺得男生呢 其實皮膚 例如說他平常就很少 在保養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更需要吃什麼 膠原蛋白 來補充我們的皮膚彈性 那其實很多人都會問說 欸 孕婦當中是可以吃的嗎 當然我會建議大家 孕婦呢 也是要吃膠原蛋白的 因為他也是皮膚 還有讓整體身體循環變好的一個 最主要的元素 那呢 豐傑生衣呢 其實他非常多系列 那他這次呢 出了一個就是 百分之百的膠原蛋白 然後叫什麼 黃金膠原蛋白 那我要跟大家講喔 就是呢 他是來自於德國廠 一百四十年的一個工廠 萃取出來 它叫 Golita 那Golita這個集團呢 其實基本上呢 他們最厲害的就是 膠原蛋白 當然呢 這個工廠有所謂的 SGS驗證啊 GMP認證 不含重金屬 不含防腐劑 不含3127藥成分 以及 塑化劑 這些東西呢 其實呢 在以前他牌的膠原蛋白 難難綿綿 為了效用呢 它一定都會含這類型的東西 那 豐傑生衣 裡面是完全不含的 基本上來說的話呢 膠原蛋白 裡面有一個叫 強腐胺酸 那強腐胺酸呢 其實很多的他牌品牌 它可能只有4% 但是重點是呢 豐傑生衣 他們的膠原蛋白呢 是高達11點多% 那通常有時候 大家都會說 欸 到底要什麼時候吃 膠原蛋白是最好 像我個人會比較希望是 空腹的時候吃 例如說我睡前一定會吃一包 然後起床到中午的時候呢 吃完飯的時候 就會再吃一包 所以一天差不多是兩包的份量 那像這樣一盒呢 通常是30天份 那我覺得可以 以每一個人的作息不同 或是 他的環境不同 而有不一樣的客製化 那假如你真的很懶很懶 沒關係你就是睡前一包就可以了 那呢 其他CP值非常高 為什麼呢 因為 風傑生衣呢 他想要打下所有整個市場 所以呢 他的 CP值非常高 賣得非常平價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那個膠原蛋白粉的質地 和他的溶解度 到底是有多厲害呢 有沒有看到 超級稀對不對 然後呢 我要告訴大家 喝膠原蛋白 或是吃膠原蛋白的時候呢 那個溫度呢 盡量不要超過40度 因為呢 以免讓他的粉質而變質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點微黃金的膠原蛋白 而且重點是喔 我剛剛沒有下去攪拌對不對 你看 他已經自己 整個都溶解了 真的很棒 而且他重點 真的沒有腥味喔 嗯 真的很棒 所以呢 真的非常推薦給大家喔 像這類型的 例如說 你們平常也在攝取一些 營養食品的人呢 百分之百的膠原蛋白 一定要攝取喔